我們已經開花區的地方 連一棵老樹都沒有提報 都沒有保留 古蹟你們也沒有提報 無話警官你們也沒有提報 法治上你們就是沒有 但是你們在調查的時候 明明是有 所以在我們環境影響評估裡頭 開花單位必須把警官的提報表 放到環境報告書裡面 我很簡單 這個依法是共不原 依法行政是我們的本分 我們如果不依法 犯人不出發 但是你不能老是去拿過去20年前開花一期 開花第一期的時候 說你營建署什麼沒有做什麼 你不能直接來講這些 你知道他們的做就可憐 20年前 20年前就法鏈規鏈 那個時候有環境法嗎 那個時候有學徒保持法嗎 那個時候有土地徵收條例嗎 那個時候有警官法嗎 都沒有嘛 連公司法都沒有啊 所以你不能老是拿 我們20幾年前 你明確處開花的時候 沒怎樣沒怎樣沒怎樣 來說 好 我要這樣 在第一期 第二期 我這邊禮塊地已經被徵收掉 這個燈會大 我也被徵收一次 然後這裡又要被徵收一次 後面我還有100坪 又要再被封割一次 我相信每一個地主 不會接受說你的土地要被人家徵收四次 這樣子不能合併溫迴 對我的生存權是影響的很大 我在那邊總共加起來 也差不多只有500多坪 那我每一次都被你這樣簽簽簽 我什麼都沒有 看起來你們的說明書 看起來你們是要先有誠實 然後以後再來補充生態 這個是不對的 我真的要提醒 我們開發單位跟以為的大家 我舉一個例子 十幾年前淡水河邊 區長今天已經走了 很可惜 淡水河邊開一條淡水快速道路了 如果當時沒有把它擋下來的話 今天哪裡有 每年有400萬的人口到淡水去觀光 剛剛講說他們把淡美大陸擋下來 我覺得他連那個什麼淡江大橋也擋啊 連那個輕軌快速道路也擋啊 淡水所有建設他都擋啊 我不曉得他到底是在農哪裡啊 隨便每一個都擋啊 那我覺得很莫名其妙我幹嘛 生存在這裡啊 所以每次都擋啊 沒有一個是有建設就擋 有開發就擋 這個跟本案無關 我知道可是我要表達理常啊 他一直講一直講 我覺得我快 這講說很見面嘛 因為當他對這個主題來花言啊 好不好 我也是為了大家好啊 大家有建設 然後有工作 然後有好的去做 就交換性 那這樣子根本我們 在二期一那麼落後 他還不讓我們開發 沒有說不讓 他所有的建設 好 謝謝 是 那畢竟蔡 那我正對就是您剛的提案 我有幾個建議 一個是在土地使用的方法 到底你要怎麼取得這個土地 是用一般徵收呢 還是區段徵收 很明顯的 你們是以區段徵收為目標嗎 那我跟就是林建署的前輩做一個報告 前幾天我在這個立法院的經濟委員會 針對自津區跟管中民主委做了一個諮詢 那諮詢的目標就是在於說 自津區還要再擴大嗎 這個擴大的面積要怎麼來取得 那我必須要告訴各位 管中民正式承諾 自津區如果要擴大 絕對只做一般徵收 絕對不做區段徵收 這意味著什麼 這意味著我們長期以來 區段徵收根本就是台灣政府腐敗的一個象徵 因為區段徵收並不是為了人民而照顧人民 區段徵收根本就是你們把人民的土地 圈遞之後做給這個財團 或者是擴大一些不必要的這個設施 所以我覺得整體而言 你的土地使用怎麼取得 我覺得你們必須做出具體回應 同時我也建議你們應該去請教管中民主委 為什麼會做出這麼大的承諾 他甚至於在自津區條例頭的區段 這時候要整個拿掉了 這張圖裡頭最長條的綠色的 它是濱海公園 這個濱海公園佔據我們淡水鎮 所有海岸線的全部 所以請開發單位在土地分區 在環境影響調查評估的時候 把濱海公園這個區域關於它的石戶 藻礁 海龜的密石區這樣的內容做一個調查 並且提出敏感區位的申報 請開發單位不要調查了 知道它有不申報 營建署是一個海岸的主管單位 是一個保護的單位 如果我們的新市政有這些敏感的內容 請你們提出申報 不可以說清楚而且要申報 不可以讓它好像沒有 我主要的是我們第一期的時候 明明有藻礁 明明有海龜 這樣的事情到後來沒有提出申報 沒有法治地位 好 瞭解了 老師我不會請教你一個問題 你常常在口試博士生對不對 你去請教我還是請教 請教你啦 你口試博士生的時候 有像經對我們這樣口試這麼嚴格嗎 我們好相親也就拿到一個博士學位了 我沒辦法完全回答你這個問題 不過這個 不過這個洪主黨的意思大概 的意思就是說 基本上我們出題目 也要找得到這個答案的意思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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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